弟弟妹妹们千辛万苦地把他们送上了四楼学习 他们还不满足 他们非要上七楼里 但是我的弟弟妹妹们太小了 根本去不了七楼 于是他们决定又来生孩子 你看他们最开始就要了五个孩子 他们实际地给我弟弟妹妹吃奶粉 让他们长大 你看他们又要了七个孩子 我的弟弟妹妹还是婴儿的时候 他就让他们跳蹦床到了这个台阶的地方 他会让我的弟弟妹妹跌落汗 把他们俩送上去 你看你看嘛 他们上去以后 我的弟弟和妹妹根本就上不来了 但是他们也不管 他们再继续要了十个孩子 我现在已经有一窝的弟弟和妹妹了 他们又蹦床 疯狂地在捡奶瓶 还要把我的弟弟妹妹喂打 他们说了 一定要住到对面别墅里的七楼里 哎哟 我天儿前面怎么还有三个海鸥 他把我的三个弟弟妹妹们都抓走了 他们也不管 他们只想着他们的房子 你看这离我的弟弟妹妹又叠起了罗汉儿 可是不管怎么样 他们喜欢玩这个游戏的小伙伴 点开左下角的 把他三个元下盖之后搜索 疯狂总公园 不用安装 不占内存 点开就可以直接玩了 这里游戏超级多 热门游戏第一时间更新 还可以玩得新版的櫻花校园模拟器 他们都到不了七楼里 他们只进了五楼的房子里 算了算了 他们根本到不了七楼的 这游戏太难了 你看着五楼有个大猩猩 那七楼到底有什么东西啊